川普再次入主白沟面对刑事风格难以预测的他 台湾有没有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美国跨党派对台支持以及对台湾的安全承诺都将延续 也期待与川普政府继续深化台美关系 外交部挂保证将会持续深化台美关系 不过川普是商人出身 要和他谈判得先提出他可以接受的价格 川普选前就曾经提过台湾要美国的保护 必须要支付保护费 国防预算恐怕再创新高 台湾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都一直有付费 台海的安全就是台湾自己 我们要尽一份责任 不止如此川普的经济蓝图 还包括要对所有进口产品课征10%的关税 对台湾是否会造成影响 10%有多少 对委员他这个用关税作为他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手段 这不是只针对台湾 另外川普新政策是否会冲击台湾晶片产业 以美论是没有必要啦 让美国再次伟大 不能没有台湾啦 如果没有了台湾跟美国的这种伙伴关系 那美国也很难再次伟大 短期内台海局势不会因为出现空窗期而有变数 川普再次拿回政权 美中台关系会不会出现变数 不止台湾 全世界都密切关注 欢迎新闻 陈言凯当全还在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